首先在2003年中央政府因为香港的当时沙士 香港特区政府是要求有个自由行的安排来香港 现在运作很长时间也是相当畅信的 因为自由行坦白说我们撇开其他事情不要说 如果自由行带来香港很大的经济效益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看到香港的就业率那么高 失业率那么低 其他各行各业似乎有一定的营业 这个自由行带来很大的披抑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明白 旅游法当然是大家提到的零团费 我想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零团费并不是由内地开始 以前日本团来香港都是零团费 台湾团来香港都是零团费 但问题是零团费不要紧 你服务得好零团费我不收你钱 但我服务得好什么事都没有 大家开开心心 当然他来香港买东西 是的他来香港买东西 导游也给他很好的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团来香港 他们有投诉他不会在香港吵 他回到日本 日本他们的组团社就很注重这件事 有什么问题就马上去处理 所以大家不要因为零团费就觉得一定是内地 其实不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法例 他们是监管内地的旅行社 亦都是我相信国家旅游局 是落了很大的决心 来整顿内地的出境游 这个大家要记住 他这个法例并不代表针对香港 全部国内的旅行团 组织旅行团出境 都是受到这个监管的 他这个最重要的几条就是很重要 第一他就不可以收回用 第二就是不可以收小费 第三就是没有自费活动 所有的费用一定要包含在团费里面 大家可以想象到 以前的团费是偏低的 我想大陆的朋友 以前说来香港千多元搞定 现在原来不是 团费要四千多 其实以前是非常不合理的低团费 但因为有购物 有其他东西来补贴 现在就说要正常化团费 四千多 从旅游来看 我们始终觉得应该多元化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邮轮 你好像那个城市 好像觉得缺少了些东西 最重要是邮轮肯来 他肯来就一定会带动 大家都知道每一样东西 他日来都要想办法怎么推广 我还会带动 谢谢大家